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装死也有很多他的想法 我们今天很高兴邀请两位编舞家来分享 武康你好 惠玲好 舒逸你好 哈喽你好 我们这次在两厅院的作品是一加一双五座的系列 两位分别都有作品在这里演出 我们先请武康来介绍一下装死好不好 你这个名字真的太酷了 装死 装死这个名字其实是剪到的 就是剪到的 就是要提案的时候才 他走到我走到楼下的时候才发现 我这不是在装死吗 什么意思呢 因为我还没想出来我要干嘛 我只有一个冲动想要去 我觉得想要在 那个国家剧院这个大舞台去奔跑 带着我的徒者们在上面奔跑 没了 然后就想到OK那我要去提案 我要去提案 然后在路上突然蹦住了这两个字 嗯 才有了这个念头 对 因为不然本来我也不知道要去提案提什么 然后就出现了装死 然后装死这个题目啊 其实它可以分成三谱 就是装跟死还有装死 装死这两个字合在一起对我来说就是个冷漠 嗯 然后就是面对自己长期以来对于 不管是在生活上的 还是在看社会上的一些 一些活动上面的冷漠吧 就是很想要支持 但是好像按了赞就可以了 或是点了分享发表几句 就感觉到我的义务已经尽了 但其实事后还是觉得自己非常恶心 因为你没有实际的付出 嗯 但你又想要参与那个批判的过程 然后这是我觉得冷漠的部分 然后还有 再来假装吧 假装就是 对我来说 我们人一直都在假装的过程 因为只有透过装跟扮演 才能够去融入这个 接下来你要面对的社会 嗯 然后死嘛 这个部分就是 从小一直就对死亡很有兴趣 然后在我 特别是在我爸 得了他一生之症以后 就 因为他常常会 会唤醒 说 以后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 因为他其实也蛮恐惧的吧 他 他就很酷嘛 他就假装不恐惧 嗯 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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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是有一次他 跟他妈讲 也就是我奶奶讲说 我大概什么时候 按照这个发展 这个病情的发展 我应该在什么时候会怎么样 然后我奶奶就说 如果你比我早走 我一辈子不会原谅你 嗯 打醒他 然后他就再也不 说那样子的话 然后就开始 努力的復健 努力的吃药 按照一切 该做的事 然后搞得他现在就是 其实他这环岛已经差不多五到六次 啊真的 对然后 然后 就去了很多 我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 在台湾 嗯 但重点不是重 重点是 就 失去家人这件事情 或者死亡这到底是什么一件事情 就大概我从四五年前开始 比较有接触 然后从 呃文字上面去了解 从佛学上面去了解 当了解到某一个程度的时候 我自己觉得说 也许我就不会再那么怕 嗯 失去亲人 然后 我就为自己安排了一个 冥想的过程 就是很居心迷移的 去想像 我爸 死亡的过程 嗯哼 然后或我在身边 然后我发现我 并没有办法承受太久 大概 幻想了五分钟我就收手了 我就发现说 喔其实我还没有准备好 嗯 那就想要透过这个 做这个作品的过程去 面对 我刚刚提及的这三件事情 诗句 程 yang 樊 音乐 氏 我们 MING PAO TORONTO 很多人会说看不懂现代舞 刚刚那些动作跟装死有什么关系 它没有任何关系 它只是从里面的一支独舞而已 就是那位舞者叫黄婷君 然后当要拍摄宣传片的时候 我们就在讨论说 我要按照我的创作概念去拍一个东西 还是我就是把身体放上去 那想了那么多 因为那时候还在排练的初期 然后我也不想要给太多错误的资讯 就是说大家可能看完以后说 或买了票进来以后看 你刚给我看的那些东西在里面都没有 所以我就拿了一个一定会有的 的独舞 然后我刚好我又很喜欢它 我很喜欢那段独舞 所以就我就以那段独舞为主题 当初你在创作这个舞蹈的时候 好像有一些真实的社会事件发生 猝使你想要做这样一支舞蹈吗 是 就是 其实就是学运啊 就是318的学运 然后它激起了很多的 激起了我很多的热情 然后也似乎让我长期以来自以为 很骄傲的那个冷漠的能力 被瓦解 因为我自己 我其实我冷漠很强的 什么意思 你冷漠很强 我冷漠很强的 就是我可以很冷的 去看待所有的事情 这样子 然后当然我也有很热的那一面 但然后碰到很多时事 我普遍都是很冷的 就是 就常常的态度就是 这就是结构嘛 这是我们社会的结构 然后那就是权 我常常会觉得 就是权威嘛 它长期承袭下来的是这样子 就像我就会跟我的朋友讲说 我适合讲这些话吗 就我的血缘来讲 我根本不该讲这些话 他说为什么 我说因为我是外省第三代 然后我有参与梦想家 我还有 我还有参与什么什么什么 然后我还有什么 我还买了房子 所以我是有产的 等等的 然后我血缘是不是算不纯正这样子 就是这些 这些开始被点燃 因为血缘的关系 然后开始被点燃 然后刚好创作就也进入到了一个 我应该要把它确定 就是它的方向的时候 所以它就产生了一个助燃 然后在这之前 其实所有的东西都只是个元素 就是我对于可能这个情感 这样子的一个情绪 这个素材的一个好奇 然后就发展 然后或是这两个人之间关系 它可能是什么样子的嘴唇关系 我就发展 然后在没有带任何情绪的情况之下 去观看动作的可能性 这样子 嗯 然后这个助燃以后 它就让我的方向有了一个归属 其实书彧的这次的作品 也还蛮关心这个城市 还蛮入室的 对不对 对啊 因为我觉得每一个人 我不知道听武康讲的冷漠 我觉得或多或少 在成长的过程当中都有那么一点吧 好像现在身 好像是在一个很小我的时代 就是我们大家都在一个很小我的状态当中 不能说只在乎自己 可是真的比较多的moment 在做享受这一件事情 那享受之外 好像需要更多的关心吧 所以 有某一种巧合 也就是 也就真的从这个关心 关心从这个小我 然后 好像该放大了 好像该去关注更多的事情 然后 让这个作品的养分也可以share出去 所以 对我来说就是 好像这个冷漠的感受我也有 那 我想去看更多的是 反动的原因吧 就是一个城市有反抗 我觉得绝对是一个前进的一种动力 那 没有反抗 是不是 有更多我们看不见的问题呢 对 所以 大概这样吧 再找动力 对 当然那是不同的 我是看他跳 一个是 你对他跳 吴康你害羞了吗 害羞 我们赶快继续称赞他 我要非常多次签名 我只能这样说 我要非常多次签名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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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